哇,真是不知不觉,曾经风靡全球的皮克斯动画《超人特工队》,居然已经是13年前的作品了,当年这片不仅狂卖613千万美元,更夺下第77届奥斯卡最佳动画片,名利双收再加上电影片《尾婴儿超人》,巴小杰,突然展现超能力,简直是万众期待续集的到来, 但谁知道迟迟没下文,就在大火耳快遗忘该片之际,现在,终于,确定,《超人特工队2》,要在明年暑假上映咯。 2004年皮克斯团队打造的这部超人英雄电影,主要剧情围绕在巴士一家人身上,除了细腻刻画这家人的情感连结之外,还巧妙融合个人的超能力发挥, 扣人心弦又叫观众看到乐部思蜀,如今终于敢搭上英雄片热潮,让迪士尼愿意去拍第二集,并公布最新前导预告,吸引所有人的目光。 超人特工队,当年造成的轰动,可是大人小孩全都爱得不得了呢? 据照,2017年11月19日,根据官方消息,超人特工队2,将会承接第一集结尾,一集超能先生的旧居被炸毁之后发生的事。 他们被逼迫搬家,新家同时也是他们的秘密行动基地,不过,上集主要是以超能先生为主轴发展的故事, 这次将以他的老婆谭力女超人为主角,一开始变大玩女权主义,变成女主外,男主内。 超能先生这下要变成家庭主夫,照顾小倩,小飞,小杰三个孩子,而谭力女超人则在外面打击罪恶和坏人。 电影前导预告一出现就叫观众心花怒放,因为全都以家族老腰八小杰为主,让他展现难以预料的超能力, 片段中可以看到,小杰爬出来之后,用双眼射出绿色激光,而且全身还能发出如着火般的闪光超能力, 显示他之前尚未被发掘的强大power,不过因为他还不能自我控制,也令超能先生相当头疼, 但光凭小杰的娃娃音,已经掳获所有影迷的心了。 小杰,又,眼睛不仅能发出绿色激光,还可以全身着火,把超能爸爸吓个半死。 影片截图,2017年11月19日,超人特工队2,前导预告如下。 另外,超人特工队,中另一个重要人物,伊夫人,当然也会在续集中出现,而且受到,高度重视。 迪士尼甚至为了这个在真实世界排名前15大的时装设计师, 特别拍了一支短片,还请来许多超模和著名时装设计师为他说好话, 营造出伊夫人的确是一位知名时装设计师的感觉。 伊夫人简直比007的Q先生还厉害,据照,2017年11月19日。 片中包括美国著名时装设计师Zack Poulsen,女性时装杂志Marie Claire, 的创意总监Luna Garcia,时装杂志Fogue,前编辑Andre Leon-Talley等, 全都分享了跟伊夫人之间的故事。 这种超认真又超搞笑的影片,实在很符合伊夫人的个性, 仅希望在续集中,他可以有更多镜头啦。 超人特攻队2,预计将于2018年6月15日上映。 众星拱月,伊夫人,短篇如下。